基本法推廣協會舉辦基本法專題講座 有主講者表示 澳門目前面臨的迫遷問題 不是缺乏民主 而是要提高民主的質量 行政長官何口華就表示 會加強高級公務員對基本法的形智 王彩晶報導 行政長官何口華在會上致辭的時候說 只有精確理解基本法 才可以指導特區的各項建設 所以會要求高級公務員 加強對基本法的學習 特區政府就是首先要求我們的公務員 特別是高級公務員 全面加強對基本法的學習 從而更高質量 更推進以法制度 講座的主講者包括 澳門基本法起初委員會委員 兼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陳思英 以及清華大學法學院副院長王振文 王振文在講話的時候指出 澳門目前沒有普選 但不代表沒有民主 而澳門目前面臨的迫遷問題 不是要爭取民主 而是要提供民主的質量 而另一位駐港仔陳思英就說 在實踐中證明澳門基本法是行之有效的 每條條文都針對性地 為澳門的繁榮發展起著很大的幫助